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再接着来看记者的一个相关调查。 我们现在的一切都已经有关系统。 我认为这些新的发展会有影响在未来的车袭的工资金。 这一切都会有关系统的工资金的工资金的工资金。 会与其中心的主要与其中心的专业 危机的专业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必须要与其中心的专业 所以你不要与其中心的关系 而在其他方面的专业 你会担心的可能性的预计 对世界的金融市场 这会让商业的专业更艰难的专业 总是一种担心 总是一种担心的平衡 在我和弗兰克尔的采访过程当中 实际上我最关心的还是AIG公司本身 但是对于所有的 我提出的关于AIG公司的问题 他都不愿意做出回答 不过不论他的答案如何 金融机构将风险抛给投资人 而高管们却捧着金饭碗的日子 将一去不复返 而金融监管肯定需要探索新的模式 从去年的9月7号到16号 美国政府先后接管了两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 房利美和房地美 保险业巨头 美国国际集团等等重要的金融机构 到昨天闭幕的20国集团会议 达成了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共识 可以说全球的金融机构正在进入改革的高峰期 作为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金融业损失惨重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上月发表的数据显示 去年第四季度 美国银行业整体亏损262亿美元 是1990年第一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亏损 美国银行破产案也明显增加 统计显示 去年美国共有25家银行倒闭 超过此前5年的总和 而今年仅前两个月 就已经有14家银行破产 2006年次贷危机爆发前 以2772亿美元市值 称霸全球的花旗集团 2009年3月5号 市值只剩下55.95亿美元 缩水了98% 公司股价也从最高时的每股 55.70美元 暴跌至每股约1美元 就在前天 花旗已经被剔出道琼斯全球股市指数 不过 也有很多不能倒闭的金融机构 因政府的救助而生存了下来 2008年的9月7号 美国政府宣布 将至多向房利美和房地美 提供2000亿美元的资金 由联邦住房金融局 接管两家公司 两周之后 美联储决定向ARG 提供850亿美元贷款 以拯救这家 美国最大的金融保险集团之一 作为提供贷款的条件 美国政府将控制 该公司79.9%的股份 截至目前 美国财政部已累计 向陷入困境的银行注资 近2000亿美元 在欧洲 复通银行 英国最大的八家银行等等 也都陆续获得 政府提供的救助 作为回报 政府将在这些银行持有股份 除了金融机构本身的变化 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也在进行变革 3月26号 美国政府公布了 金融系统全面改革方案 改革重点 主要是强化集中监管 扩大监管范围和内容 以避免再次发生 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The first part of the reforms in regulation of the system that Secretary Geithner announced yesterday I think are very positive they're very promising and I think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i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for example what Secretary Geithner has proposed and what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has been talking about they're really reading from the same book in terms of where we have to go from here I think it's very promising 而在昨天闭幕的 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认为 有必要对所有具有 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 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 实施监管和监督 并首次把对冲基金 置于金融监管之下 美国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最新一周的道琼斯 三菱东京UFJ银行商业景气指数 是有所回升 上升了0.4% 逆转了此前一周的大幅的跌势 这个指数是衡量 美国整体经济活动的同步指标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美欧银行业的 携带状况依旧严重 丹特贺希在美国纽约附近 经营了一家农场 由于当地生产出的牛奶 90%都源自于 用草来喂养的乳牛 因此尽管美生售价 高达近4美元 但因为是绿色有机食品 前来选购的顾客 依然络绎不绝 贺希想扩大生产 可是由于经济衰退 银行无力提供贷款 就在贺希心灰意冷之际 当地一位农业专家找到了他 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向他的消费者借钱来发展生产 贺希照着他的方法一试 效果还不错 众所周知 银行放贷是促进经济增长的 重要一环 也是最近世界各国都在 努力实现的重要目标 但是各国政府纷纷向银行 注资之后 银行的期待情绪依旧弥漫 在美国 在欧洲 在全球 企业和个人要想获得信贷 是难上加难 哪怕利率已经降到了 接近零的水平 调查数据显示 约65%的美国国内银行表示 在过去几个月里 他们收紧了对大中型企业的 商业和工业贷款标准 80%的银行收紧了 对商业地产的信贷标准 分析人士认为 金融危机导致的银行信贷紧 加剧了企业破产和失业人数的上升 反过来又导致银行坏账扩散 在银行不良资产没有得到清理 实体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 银行攜贷依旧将持续 美国银行体系还没有恢复 它这个正常的信贷的功能 为什么没有恢复呢 因为现在美国银行体系 总体来讲资本金还是不足 美国政府既是 注了很多资金进去的 特别是对实在银行 注了很多资金 但是这个量还是严重不够 所以美国现在 还是处在一个攜贷的状况 我觉得这种状况 至少应该还会 起码有两个纪录 两到三个纪录 才能根本解决 加拿大总理哈珀二号表示 已经看到加拿大经济中的 自由信贷流得到了改善 但是借贷仍未达到理想水平 英国央行二号公布的 一项调查显示 居民及商业贷款 预计将于未来数月好转 另外昨天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决定放宽 以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 给予金融机构 在资产计价方面 更大的灵活性 根据以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 公司在财务报表中 必须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 来计算资产价格 自金融危机以来 华尔街一直在抱怨 这一会计准则 让美国金融业陷入深渊 打个比方 花旗集团去年5月 以500万美元的价格 购买了某种金融类产品 其市场价格在今年3月31号 下滑到只剩100万美元 虽然花旗并没有将 其购买的产品出售 其市场价格还可能回升 但在今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中 公司必须按照100万美元 对其持有的资产进行减击 由于资产大幅减击 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 严重恶化 进而导致市场抛售 债信平级下滑的恶性循环 当地分析人士指出 放宽以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 对于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来讲 都是很大的利好 会计准则进行调整之后 企业减击的压力减小 对于银行来讲 他们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 投放到新贷市场 这对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恢复 都有积极的意义 根据估算 新的会计准则 可能会使银行的账面盈利 提高20%左右 不过对于实际盈利能力 没有任何的影响 受到这一消息的刺激 在金融股的带领下 纽约股市当天大幅回升 道琼斯指数在近两个月 首次盘中回到8000点之上 那件的成果 这一次的伦敦峰会 更为重要的一个收获 还是在于 它终于减轻了人们的疑虑 全球携手应对危机 真的变成了大家共同的行动 比起天文数字一般的注资额 各国表现出来的那种 协调与合作的态度 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信心 好了 在节目的最后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踊跃的登陆央视网 搜狐博客 以及核讯网 来参与我们的网络互动环节 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了今天的直播节目 祝您晚安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